市长谢果良日前规划的这班从安乐区开往巴都火车站的免费接驳公车 无缝接轨通勤族到巴都转乘台铁直达车109次自强号 事办成效良好 市府交通处表示将继续提供免费接驳 延长事办到6月30号 这个安乐到巴都的这个直达公车呢 是为了疏解国道客运 然后再迈进入沿线 然后后车的人潮 所以我们特地呢就是开辟了这一条路线 然后从国家新车一直到巴都车站 然后早上总共开两班 一般是7点5分从国家新城开 一般是7点15分从国家新城开 那大概是20分钟的时间就会抵达到巴都车站 那目前的事办成效的部分 每天大概都会有20几人次搭乘 所以目前实施至今 几天来已经有差不多100多人次搭乘 那目前成效两号 大家都可以多加着利用 这样的转程的机制 那接下来的话 就会预计会延续始办到6月30号 那后来为了考量 沿线的居民的需求 还有国家新城 有表示说也有前往巴都车站 转成台铁的需求 所以我们呢在25号的时候 已经延始到了这一个国家新城 那从国家新城发车后的话 主要会停靠热力三街 富佑中心 然后长庚医院等站 那建议民众也多加利用 那未来的话就是在基隆台北 新北和桃园 四个市政府有合作 然后在7月1号起 然后会推动1200订期票的政策 那之后这个定期票的话 可以搭台铁国道客运 还有基隆市公车 所以大家都可以利用 这一个1200的月票 然后呢就可以通勤到台北 然后交花1200块 交通处也指出 预计7月上路的1200定期月票 也有助于鼓励民众转成台铁 欢迎通勤族多加利用这般安乐区 到巴都火车站的免费接驳公车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